你暈船是想要追到他 但是不要因為暈船 而自暴自棄的搞砸一段關係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貝克思路 這次我們來聊的主題是 想追到他暈船了 絕對別做的五件事 我知道你很暈 你現在很暈 你才會點進來看這部片對吧 你可能暈的不要不要的 他到底有沒有喜歡我 為什麼他不跟我在一起 我們都生小孩了 他生小孩還不跟你在一起 那絕對小孩可能不是你的 有可能啦 但其實我們在很暈的時候 我們情緒會非常的高亢 很容易就會做傻事 那這個關係你可能 原本是有機會追到的 但就被你搞砸了 所以這部片就是告訴你 假如你真的超級暈 超級暈 冷靜一下 不要做這五件事 你可能就不會自爆 有機會追到他 所以你就可以試一下啦 那我們來說第一個 掏心掏肺都給他 掏心掏肺都給他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好都給他 我知道假如你是剛開始喜歡一個人 很容易你就會把你所有 你知道的好給他 可能你請他吃飯 可能你送他禮物 可能你溫馨的接送他上下班 甚至你買房子 燒給他 讓他之後在天堂有地方住 你真的規劃的很遠喔 但不用規劃那麼遠 就是可能你會一直去做一些 討好啊 嗜好的行為 就是希望對方多理你一點 就是希望對方可以喜歡你 但是你先聽我講一下 當你在做這些掏心掏肺的事情 首先呢 對方有喜歡你嗎 對方有給你機會表現嗎 假如完全沒有你去做這些行為 通常就是反效果 你就想一下嘛 你剛認識一個人 你對他也沒有什麼感覺 結果這個人 一直請你吃飯 一直送你禮物 你會接受嗎 你可能會接受 你這個貪小便宜的人 但我知道你不是吧 你就是一個正直的人 通常正直的人就會有壓力 就會覺得 呃 他這樣子對我那麼好 但其實他應該是喜歡我 可是我對他目前感覺還不確定 我接受這些好 喔 我壓力好大喔 可能他會這樣想 所以你要對他掏心掏肺 我覺得要先判斷 對方跟自己的距離在什麼程度 假如完全不認識你去掏心掏肺 就是告訴對方 欸 拒絕我 假如你們就只是同事同學 就只是一個普通朋友的關係 連約會都沒有 你在那邊掏心掏肺 送禮物 請吃飯 送他最新的iPhone 我跟你講 你就只是告訴對方 可以從你身上提款 絕對不要這樣 就是要判斷 假如對方已經慢慢的 你們的樂度有到那個程度 你再去慢慢的去投資 加大自己的投資 我知道你現在很暈 你很想做這些事情 但忍住 因為很多人很暈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關係搞砸 是真的搞砸 我們在吸引的過程中都要去判斷 對方跟自己的目前樂度在哪 至少要有約會吧 你要有約會 你們的曖昧才開始 你們連約會都沒有 他連約會給你表現機會都不給 你在那邊掏心掏肺 他只會把你的心 害你的肺 丟在地上踩 踩到一半 他可能還會覺得 喔 好噁心 所以我知道你很暈 但是先讓自己冷靜一下 不要在那邊隨便掏心掏肺 冷靜 好不好 冷靜 我們來看下一個 想換到關注 這就是暈船仔很容易出現的跡象 就是你在那邊掏心掏肺 結果對方不理你 因為對方跟你的關係還沒到那邊 所以對方還沒那麼快接受你的推進 結果 因為對方的拒絕 或是對方的無視 你就覺得 我是不是要再更努力一點 他就會理我了 結果你就更努力地去作死自己 想要換取他的關注 在那邊各種三餐問候 各種問 你為什麼都不回我 你是不是在忙什麼 你真的那麼忙嗎 對 他就是這麼忙 他忙著拒絕你 所以你假如在那邊掏心掏肺 對方都已經不接球了 那真的就不要那邊一直要對方關注你 要做各種很奇怪的行為 希望對方多理你一點 只要你想一下 你雖然你現在很暈 但是你做的行為有點像在糾纏對方 有點像在盧對方 絕對不要這樣做 這個行為是超級扣分的 你要追的對象不是在追你媽 你只要盧一下 媽媽 我要這個 媽媽 給我親親 我要幫忙 我要做愛 你就可以做愛 屁咧 應該沒有媽媽會被這樣盧 但就是可能會盧玩具 我要這個玩具 就是你要追一個女生 我要追你 你要理我 拜託理我 你講的行為像是這樣 那真的就是不要盧啦 不要那邊一直想要換到對方的關注 關注都是用吸引來的 就是你有價值 對方跟你相處感覺良好 跟你聊天 覺得你很有趣 很自然的 他就會多放一點關注在你身上 甚至給你機會好好表現自己 可能跟你出去約會 看你是怎樣的人 你的談吐 你給他的背後的氣場 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些都會是吸引來做的 而不是用盧的 拜託你理我 像個起字一樣 真的不要這樣 好吧 我演得很像起字 但在女生內心中 他就會覺得這種人就是個起字 雖然你很以為你很喜歡 但真的不要盧 禁止自己做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下一個 吃醋 吃醋我應該也不用特別多說 反正就是 你就看到他跟別的男生比較靠近 你就在那邊 哼 我要生氣氣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你跟他比較好是不是 蛤 是因為他 比我帥 所以你不理我嗎 你假如是那麼愛吃醋的話 那你甚至表現出來 讓女生感覺你就是這樣的人 我跟你說啦 你很難追到對方 對方可能就會覺得 我還沒跟你約會 我還沒跟你交往 哇 你就那麼愛生氣 生氣成這樣 我就不過就跟我哥說個話怎麼了 我就不過我爸拍一下我屁股怎麼了 這是我們家裡展現愛的模式怎麼了 你想拍我屁股 拍不到你 嫉妒你吃醋啊 蛤 當然不會有這樣的女生 但就是吃醋真的是一個 你很暈的時候很容易呈現的情況 但是吃醋本身不管你怎麼樣去表現自己的吃醋 很容易都是扣分啦 我是覺得沒什麼好吃醋的 因為假如你在跟他互動上 你感覺這個人重心沒有放在你身上 他重心放在別的男生身上 你吃醋 你想要去抨擊那些男生 或是去跟這女生表示 欸我對你很好 為什麼你不花時間在我身上 你這樣子我會生氣喔 所以想要控制對方 這樣的吸引策略本身就是錯的 假如遇到同樣的情況 應該要做的是想一下 欸我是不是在聊天上 不夠有趣 或是我每次在跟他互動上 我都沒有去做到得分的行為 可能更自然更輕鬆舒服的呈現 自己跟對方聊天 又或是該推進可能去約會啊 或是肢體接觸的推進 都不敢去做 最後讓關係都只有朋友的階段 最後被別的男生追走 因為別的男生比你積極 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你只要去攻擊情敵 或是攻擊你喜歡的人 希望對方奪理自己 就因為你吃醋 你暈船 我只能跟你說你非常容易被拒絕 超級容易的 真的不要隨便吃醋 太危險了 那當然假如你不懂怎麼吸引女生 我也有貝克蘇線上課程喔 有興趣的朋友 不要錯過我的線上課程 好 我們來說下一個 把重心拉回來 就是你已經很暈了 你可能已經從淡水河 暈到尼羅河了 就是你在那邊暈暈暈暈暈 各種暈 啊你就是不吐出來 我不知道你在幹嘛 但就是你這麼暈 請深呼吸 好好的蹲好自己的馬步 把自己的重心抓回來 不要在那邊 嗚嗚 轉來轉去好不好 重心抓回來 當你很暈的階段 你會把重心都放在對方身上 啊對方又去哪裡玩 對方限動又發什麼 他是不是又跟哪個男生很好 他昨天跟我說他要洗澡 洗完再聊 啊之後也沒命 我是什麼意思 不要去想這些 我們要想的是 我雖然喜歡他 我也暈船 我跟他互動 但是不會影響到我平常的生活 可能我該健身我會去健身 我該好好工作我去工作 我該提升自己 我就去提升自己 把這些事都做完了 再留一點時間去跟他互動 他假如沒有要跟自己互動 那就算了 就是以吸引策略來說 你能做的你都已經做好了 你去想那些有的沒的 你只會更內好 你會邊想邊往 越來越壞的可能性出發 可能一開始就只是他洗完澡 忘記回你 所以就沒有蜜你 結果你想了好幾天 哦 他沒有蜜我 是不是有別人蜜他 哦 有別人蜜他 是不是他跟他出去玩了 他是不是玩得很開心 所以就沒有回我 我可以蜜他嗎 都已經過兩天了 我現在蜜他會不會很尷尬 他會不會還在洗澡 就真的想太多 你只會越來越內好 真的不要這樣 就是把中心拉回來 拉回到自己的生活 這才是重點 那你可能會說 那我額外的時間 我去跟他互動 我可以怎麼樣做 就例如假如你要約出去 那我們一定是聊天 聊到熱絡再約出去嘛 那你去蜜他 他就不回了 你要做的不會是 隔了幾分鐘再去蜜 啊 你怎麼不回 你要做的是 OK 他沒有回 那就放著 我先去做自己的事 那隔天假如他還沒回 那就去丟新的訊息 就是不用那麼急 那假如真的有回了 那就聊嘛 那聊了一個晚上 聊到熱度的時候 就去丟邀約 那他假如不接這個球 他把話題扯開 那就沒關係 那就下次聊 或是下下次聊的時候 再去提邀約就好 就是不用那麼急著 一定要有個答案 不用那麼急著 對方好像一點拒絕 你就崩了 你就可以在那邊想著 我要被拒絕了 我好糟糕 我一輩子都叫不到女友了 之類的 真的不用這樣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要注意熱度 就是你知道 暈船的人很容易就是 想幹嘛就幹嘛 啊 我好喜歡他 啊 告白 之後就 啊 被拒絕 你懂嗎 就是非常容易 因為你完全沒有去判斷 你們目前的階段 你可以做什麼 就例如你們就只是剛認識 認識不到一天 啊 你去告白 你是有病嗎 認識不到一天 你很暈 要做的不會是告白 要做的是讓他更了解你 你也更了解他 之後去拼第一次約會 當然有些人可能 一次約會就可以在一起 但那是高手 你假如就只是一個感情小白 請不要給自己這種 迷樣的自信 好不好 一步一步慢慢的升文 一步一步來 第一次見面之後 留下聯絡方式 之後就開始網聊 拉高熱度 或是之後在一個團體場合 要見面的時候 讓自己呈現一個良好的印象 跟對方有說有笑 拉高熱度 那你之後要去做約會 就會比較順利 那開始約會 就開始去慢慢推進親密度 第一次約會 也許到牽手就好 第二次或第三次約會 可能就到親親或是抱抱 這就是看你個人的能力 還有你的習慣方式 但你都要知道 你跟對方關係的熱度 目前到什麼程度 而不是對方就只是 剛好那天沒空 所以你被拒絕了 你就在那邊崩潰 哇 我要被拒絕 我整個人都要被拒絕了 他可能就只是要跟他媽看醫生 反正最好的情況 就是你會知道 自己跟對方的距離 熱度在什麼程度 你就不太會因為 暈船在那邊亂衝 通常暈船亂衝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跟對方的距離在哪裡 你在一個不對的時間點關係 去告白 或是在一個不對的時間點 去牽手或是親親 那很容易關係就爆掉 你可能就把對方嚇走了 那你可能會說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我跟對方的關係距離 一個當然就是來上課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經驗 簡單來判斷熱度的模式 第一個 欸 可能我們是陌生人 第二個可能我們慢慢已經變朋友了 但只是一個點頭之交 第三個我們熱度已經慢慢到 欸 我們可以無話不談 我們聊天有說有笑 很開心的看到對方 很自然就覺得對方就是我朋友 第二個到第三個階段 可能都可以在一天內就完成 這就會看自己的能力 那你假如已經變朋友 那再來就是約出去 只要可以約出去 你們就算是一個曖昧的階段了 因為約出去就代表對方給你機會表現自己 那你好好表現自己 你就很容易可以吸引到對方 那再來階段可能是約會了幾次 約會了兩三次 你可能會卡在某個階段 也許是肢體推不上去 或是你們的聊天話題 他總是把話題帶掉 或是你感覺 你想要再更推進親密度 對方就一直在閃 通常在這樣的階段 很多人就會更急 他就會想說是不是有情敵 還是自己做的哪裡不好 就會更努力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階段 你要做的會是 繼續保持原本的熱絡 但是不要給對方壓力 不要給對方就是 我一定要跟你交往的壓力 就是繼續展現 對方跟自己出來玩 就是很開心 對方跟自己相處聊天 就是很棒 那其實順順的 之後再推進 很容易你就可以成功進入關係 但就是你要知道 你跟對方的熱度階段在什麼程度 你總不會再跟對方 就只是一個點頭之交的朋友狀態 你去做一個 已經約會三次可以做的 親密度推進 那關係可能就會被你搞爆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因為 喔 因為我很暈 所以我就要這樣做 不要把暈船當理由 就是喜歡 但你想要成功率高 你假如任由你的暈船去亂做 那你就要接受 你被拒絕的風險就是這麼大 好 總結 掏心掏肺都給他 想換到關注 吃醋 把重心拉回來 要注意熱度 我知道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暈船 但是我覺得暈船的狀態 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要亂做 因為你做了 你的關係可能就因為你的暈船被你搞爆了 你暈船是想要追到他 但是不要因為暈船 而自暴自棄的搞砸一段關係 那真的就很可惜 所以你要記住這五件事 別讓自己搞爆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喜歡這部片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頻道或是追蹤我IG 那大家掰囉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